造黄谣的新闻发出来后 女孩一脚踏恩船的消息 传遍当地 许多吃瓜群众并没有觉得这是在消费死者 而是看得津津有味 而调查少女案的维克 终于在一个退休前辈家中 见到了那个躲起来的男生托尼 托尼否认与死者洛尼有任何关系 俩人走得近 只是因为洛尼长得漂亮 又要向他学吉他 他最多只想趁机占个便宜 可当洛尼发现被他戏弄之后 便马上逃开 根据口供和前辈的保证 维克觉得托尼的嫌疑极小 只能再继续其他调查 将庄园三兄弟的老大叫来问话 但他对待警察的态度却极其恶劣 对于死者出现在他家附近 以及他家里有血迹的线索 他愤怒地表示了 关你什么事和关我什么事 副警督突然打开门报告 庄园的血液检测结果 表明那不是人血 而是动物血 同时上级也要求维克赶紧释放此人 所以庄园的线索没用了吗 维克只好又回头调查女孩之前的出走经历 当时母亲和还是租客的未婚夫来到警局报案 可当时警长坚持认为女孩与人私奔了 不与立案 是租客据理力争才让警长立了案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才让母亲觉得家里必须得有个男人 而眼前口条溜又会修水管的租客正式首选 母亲明白 洛尼是受不了他的责骂和控制欲才出走的 但是他也想让女儿明白 如果在社会上不求回报的一位讨好别人 一定会被人利用 幸好女孩那次只是悄悄躲了两天就回来了 看完卷宗的维克不仅回想起自己大学时的初恋 她也是个喜欢穿着西式连衣裙的漂亮女孩 当时俩人十分相爱 但看见她的暴露服装 维克也会因战友欲而生气 当她听说女友私下和别人纠缠不清的谣言后 非常生气 不管她如何解释 也要坚决分手 五年后当了警察的维克 再次见到她 已经成了冰冷的尸体 而凶手正是她的丈夫 见证这一切的维克后悔不已 如果当时没有听信谣言 也许前女友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她将成为自己最珍视的妻子 她将对前女友的内疚情绪 转移到了如今的洛妮身上 可她没有意识到 这也导致了自己对妻子的疏忽 半夜回到家中 她发现妻子在床上生闷气 嫌弃这位日理万计的警察老公不顾家 工作和家庭不能兼顾吗 白天维克来到洛妮的大学里 同学们对于无良媒体的报道都十分生气 他们知道洛妮生前的为人作风 想尽一切所能阻止谣言传播 维克向大家保证会还死着一个清白后 得到了一个女生的信任 她是洛妮生前的朋友 说洛妮的未婚夫表现十分可疑 原来她在案发前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喝酒 洛妮出门前看到这一幕 便自行出门叫她晚上来接自己 而未婚夫此时已经被放了回去 维克去找她问话时 却发现人已经逃走 而她逃走的真正目的 却是去洛妮遇害的地方自杀 这又是闹得哪一出 为罪自杀吗